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动 把眼睛摘下来 你 你的香水出卖了你 你不是想要惊喜吗 我只能藏起对话 爱我好吗 命最下断 还是放手吧 我的青春是燃烧血缓 你的城堡却灰着泪断 我的礼物呢 我的礼物呢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先去船舟准备 十点尽力潜水 一会儿见 我这就到 我先去船舟 安史集团严募夫妇 被曝挪用公款 事案金额巨大 具体情况正在调查 妈 妈 你学生 发生刺杀之间 目击者为死者十四岁的女儿 严谋 据了解 死者生前被选入安史集团 挪用公款业案中 但因缺少关键证据 妈 我一定会还你一个真相 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发布会 四年前 泽家发生意外 我临危受命 赞代总经理 起初很多人都不看好我 也不看好安史 担心性的是 我没有辜负在座前辈们的信任与支持 安史经过了考验 这个奇迹 是我们共同创造的 相信接下来 我们会创造更多的奇迹 你不是最大的股东 说这样的话不合适吧 严总 你的能力我们大家都认可 但你也说了 赞代经历 到现在都四年了 你总不能把这个位子不放吧 难道严总要赞代到退休 这是王总 与我的股权转让协议 各位看看 王叔 您转让给我的股份 按照试价 我再多给您一个点 另外 我还给嫂子准备了一份礼物 王叔打开看看 这 留给您的时间不多了 距离嫂子过来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不对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四 十九 八 七 六 五 咱们说好了 您是王太太吗 这是颜总给您准备的礼物 这礼物 这礼物看起来真不错 应该挺贵的样子呢 是挺贵的 好几个衣呢 啊 在座的各位 还有意义吗 既然没有 我有 我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成了最大的广东 是 谢谢 谢谢你带泽家来看我 一会结束 别演了 楚家的钱你一分都拿不到 安石家居给集团贡献了百分之三十的现金流 今天就算楚夫人在 他也不会护着你 那又怎么样 你能有今天 还不都是我大哥给你的股份 是 我努力经营公司 就是不想毁了泽家的心血 我希望他回来的时候 能把更好的安石给他 但是四年了 我再舍不得 也得接受现实 所以 我要告诉在座的各位 今天 我正式为我的丈夫 楚泽家 申报死亡 凌云 歇息回家 别闹了 是死是活 就凭你一句话 是不是意外你心里最清楚 歇息下来 别闹了 早知道 当年小楚总的事情 另有蹊跷 我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把股份 转让给严真 你回答一下吧 来 各位 事故当天 是你们的结婚这片日 请问您为什么会在车上呢 今天不方便回答好吗 你快点下去吧 绕一下 绕一下 麻烦您绕一下 当枯萎的话不再说话 当时间对分那片晚霞 思念是她 回忆是她 喧哗着承扎 沉默在回答她的幻化 痴情催泪无路人家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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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泪在说话 是 嫂子 没事吧 紫安 叫人啊 是泽家的弟弟 紫安 小哥 你回来了 抱歉啊 还请各位媒体朋友先行离场 谢谢佩可 紫安 欢迎回国 看大嫂的表情 可不像是欢迎我 还是说不欢迎我这张 跟我哥一样的脸呀 泽家不在了 你是他唯一的弟弟 还没见到尸体呢 嫂子就咬定我哥不在了 怎么了 着急改嫁呀 就是没良心 谢谢 小叔不妨有话直说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不同意申报死亡 我们不同意 小叔 这件事情 我劝你少掺和 不然呢 嫂子也要让我失踪了 说什么呢 大成哥 你别管了 嫂子等这一天很久了吧 公民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 满两年就可以申报死亡 最常实现是四年 我哥死了 股份自然落在嫂子手里 加上从其他股东手里套来 你确实可以成为最大股东 但是不好意思啊 我哥手里的股份 有一半是替我代吃 而我的那些股份 嫂子就别惦记了 以后 还请嫂子多多关照 给我吧 走了 嗯 嗯 你对百合顾敏 太故意的吧 我先跟记者们打个招呼 嗯 嗯 楚泽安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不行 我一定要尽快想办法进入档案室 找到当年我父母贪污案的真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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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柱子安 楚子安 回来得太突然了 仔细查查 还有 明天 帮我请三位股东 吃个饭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今天我发生意外 你一定要装作若无其事 请答应我 也相信我一定会安全回到你身边 我这是在哪儿 我还是在哪儿 你 我做了大嫂的命 大嫂只是要恩将仇报啊 对于一个恩仇我的人 我可说不出信心 没关系 我不介意啊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你离开安氏集团 然后拿回一切属于我哥的东西 我给你订了非塞布鲁斯的机票 那边一切都安排好了 每年给大嫂的股份分红 一分都不会少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你到底要干什么 问题那么多 我该先回答哪一个 大嫂赶时间吗 对方敢明目张胆子集团放毒 就说明我万全的准备 这一次我能救你 下一次就没那么巧了 大嫂是真不怕 不劳小叔操心 不好意思啊三位叔叔 来晚了 空着手来不礼貌 给各位带了点小礼物 张总 您黄金城的十几套大别墅 不少钱吧 严总 您这是 希望各位喜欢 听说 桂公子在国外 学习成绩很好 还喜欢研究枪支器械 不过他所在的那个区域 枪支好像不合法 那 为了安史集团的未来 多谢三位前辈 愿我们合作共赢 我已经警告过他了 他应该会收敛一些了 看来这礼物大嫂不打算收了 小叔真的想帮我 当然 那不如小叔把股份让给我 我让你离开就是在帮你 你知不知道 你那天如果在休息室待得再久一点 你独心能要了你的命吗 我死了 股份自然回到楚家 你为什么非要我走呢 因为 我是个好人啊 还是 你为什么会给我一种熟悉感 你为什么会给我一种熟悉感 你到底是谁 再问你一遍 为什么非要我走呢 刚刚不是说了吗 因为我是好人啊 还是 嫂子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好人 承诺在回答她的谎话 痴情在泪入路人家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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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让我走呢 嫂子 人性可经不起考验 泽家也有这个牌子的血后水 她推荐的 确实好用 换个牌子吧 味道太重了 嫂子 不然 以后做事别那么激进 这个世界上 像我这样的好人可不同 无所谓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你可只这样下去 或先有怎样的危险 打到 anything